哇 新鮮蚵仔放在鍋爐裡蒸熟 打開來香氣撲鼻 或是做成國民美食蚵仔煎 飽滿蚵仔一口下去超級用人 不過因為風在影響 嘉義東食蚵仔至少減產兩成 今年的颱風損失蚵仔蠻嚴重的 然後現在那個蚵肉的話 大概差不多180左右 中秋節還是一個大節日 大家趕量還是都會 只是說今年的蚵仔 可能就沒有像往年會那麼的肥美 極端氣候加上颱風影響 考科業者說今年蚵棚很多都被吹皺 現在帶殼一斤大概60元 沒帶殼一斤180元 到中秋節可能會稍微漲一成左右 不過不只蚵仔就連文革也減產 文革堆在一旁就像小山丘 不過這些文革都已經暴斃死亡 颱風影響台南沿海地區 文革死亡率超過六成以上 雨水下了太多淡化太嚴重 所以都會造成一些暴斃的死亡 今天中秋節的隔離都會上走 價格蠻多的 目前工手已完成受離 雨損的一個申報 那目前在進行現刊中 中秋節即將到來 不過碰上風災影響民眾想吃 肥美蚵仔文革恐怕得奠定得包 三零星五 廖國雄 王少宇成員 台南嘉義報導 本集團 都會心想吃不足 請問